对 帅得花心 帅的男人知道自己帅 他也很骄傲 漂亮的姐妹也知道自己漂亮 他也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人呢 故意拿自己的长处 反而变成骄傲和跌倒的 你发现为什么有些漂亮女孩 喜欢混社会 她也渴望得到别人那种中心朋友 我不是说性别其上 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混社会的 我那些同学 班级里面的初中高中 那些漂亮的女孩同学 都喜欢跟这些混社会的 这些同学们玩 那个高中里面也分好棒什么 然后那些都跟 为什么 他也喜欢那种 像动物世界是那些 强壮的那些动物 然后那雄性 然后那个羽毛漂亮的那个雄性 然后从中他也得到那个成就感 你看我跟这么厉害的老大 整整地 所以人这种存在真是很复杂的 所以长得漂亮了 反而也成为自己的一个软肋 长得帅了也一样 所以人的外貌不是绝对的 最重要是上帝看人内心 你不可能凭着一张外貌 去跟他过一辈子 因为外貌过个 看同一张脸 你一块住 过个不用说一年 可能几个月就开始审美疲劳了 别人看着帅 别人惦记着 你看着就是个普通的人 没什么 以前没在一块过的时候 各种幻想各种冲动 一块过了一段时间 所有的这个这种冲动和幻想都没了 那个就变得平淡了 更现实的是你面对一个男人 不是面对一个帅男人 他的人格 你俩之间真实的关系 男人脸都一样 那个才是真实的